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指自己没有小孩 但喜欢和小孩们互动的阿姨 酷仪联盟以声音节目的形态 呈现酷仪和孩子的对话关系 自由中有欢笑和感动 请搜寻酷仪联盟订阅追踪 招牌单元萌娃录音计划持续发力 欢迎孩子们来信报名 报道有意思 好 现在是听到报道有意思 我是金贤 今天一个讨问是 来到高雄三名区的议员候选人张柏洋 大家都叫他小柏 来 你好 是 各位报道联邦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主持人我们金贤姐 我是台湾激进党这岛 要来参选三名区的议员候选人 登记6号 我都跟人家说这是66大顺的6号 张柏洋 我叫柏洋 柏洋 柏洋你是第一次参选吗 这是人生第一次参选 但是因为 很多人在电视上面看 我看了两三年 所以很多人就有些在撤架的时候 民众说你不是现任的 我说不是 我是现任的高雄士兵 对 但是不是现任议员 我看到柏洋 我也是觉得奇怪 我常常看到他 真的是出登场 真的第一次选 选 你之前常常上电视 也是代表台湾基金 那时候是什么事情 给大家回味一下 其实最早是因为我在韩国瑜 那时候2018年年 他在动算的时候 他在动算市场 还几个月后 我自己也 走你来台湾基金 来做这个党工 我做新闻部的副主任 所以就常常 为了一些议题 一些政论节目 我就要代表董去冲击部发言 所以就变成说大家 比较常看得到我 后来因为百姓 百姓就十五时都要出电视 给他电了 所以我们就常常出现 在营光幕和新闻的头前 是因为这样 我就有想到说 那时候台湾高雄 还有百姓四君子 有四个 我是吉祥一位 有四个 就是有四个人 一直把电一把电 你就是其中一个 其中另外三个 有两位是医师 一位是大学教授 我是四个里面 最年轻的 同事也是 这个比较本身 就是政治工作者 所以后来 百姓结束之后 他们三位就回到自己的本业 那我就留在台湾基金 就是继续做我们 新闻部的工作 我请问你 因为柏杨其实蛮年轻 你是一九九一年 所以到现在 你才三十四头发而已 三十一岁刚过 所以才三十一岁 你是冰冬人 我冰冬得产 客家人 是怎么 想说来到高雄 还在三名区 来选二岁呢 这个故事是这样 其实我们家 我以出时到十八岁 我都在屏東 这个国小国中 高中都在屏東 三名区是我来高雄的第一站 到现在也没有第二站 就是一直都在这里 为十八岁 因为我以前人说的高雄公专 我以前叫做高印大 现在叫做高科大 我以前模具系 我们学校的地点就在三名区 所以我一直从十八岁 大到近我都在三名区 除了中有三年 因为我的工作在大那边 比较南边 所以我有搬 搬到林雅区 距离上班比较近 后来又搬回来 就是一直对这个地方很熟悉 然后也很有那种 特别有感情 所以我才会搬走又搬回来 所以三名区也算你的新故乡 对对对 真的在这大到有感情 所以你说要选记 选记的时候 问我要选对 当然这就是三名区也没有其他的循环 可是说到选记 我们第一个想要选政党政治嘛 是 你出来选 大家先问你说 你是什么党的 这个台湾基进党 不好意思 就是小一点嘛 是小党 很小党 没错 那个大党跟小党出来算 差在哪里 哦 那真的有差 第一 主缆就有差 你看 你都说主缆 主缆是什么会 主缆 所有的主缆就是说 比如这个大党的孝酸林 他本身可能就有家人 有自己的需要 有可能是说 他自己有自己的派系 还是说自己的这个支持者 所以他出来算的时候 他要做工房 做船船车 电视工库 什么会 这些东西 要把他吹下去的时候 其实他是都 有法度来 支应这些的开支 包括自己的 人事会 助理这些的东西 像我 我为一月份 到八月份 我就是 我和一个助理 两个人 拼七个月 拼到八月份 开始有人嫁妇了 我才开始 有法度 请到第二个助理 所以主缆 其实 某一个程度 就是 苦苦啦 但是呢 另外这个部分 还有什么 还有人命 因为 我们新郎出来算 你小党 你在地方 在地 其实有时候 你的人脉 并没有那么的稳固 也没有那么的广 所以你在 人家给你介绍 说 对有活动 对有人 对有拜批 对有条件 什么会 对有头人 你不一定 知道 比人家更多 所以有的时候 活动 我们没出现 其实不是 我们不必去 是 我们不一定知道 所以这个资源 其实有分很多的种类 我知道资讯 也是资源 资讯 我们都不知道 还有一个事 就是 第一名 因为我自己 算文气 我在基金百合 这两代时间 就是有很多人 没完 但是我有时候 想说 我们这一家 全高兵 资源 以外 栩栩林的 帖名 除了我 另外六位 第二个 可能大家 的较量是 我们 红山栩栩林 宇真 以前在台中 博造林靖怡 来 来 補算 也是 以前 3Q的 执行者 但是 除了小博 与真 之外 可能其他 的栩栩林 大家在电影 就比較沒地面就比較不滿 這對新郎就是說 一些有理想有生活的少年人 他要來參與政治的時候 這就他遇到第一個最大的門檻 你沒有住完打工座 沒有住完僵 抗這個人命的時候 你哪有辦法把地面都打開 這是一個很大的差別 不過政治就是要學改一些事情 是沒有錯 所以說我六七九月就是帶一個助理 自己裝來裝去 裝來裝去 盡量全部都可以跟人介紹我們什麼人 所以剛才進行一個解決問題 我們就是用一個方式來解決 就是說你把這些孝順人 大家都年輕人 你把他帶去地方 在地方他跟人比錢比不贏 比地名都比不贏 比子圓比不贏 比你妹也比不贏 但是我們如果怕一個專體的品牌 台灣基進這個工廣 你把他伺服金 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這區有基進的人 人民基進這個牌子 你就把它倒下去 任品牌 用團體作戰的方式 其實這某一個程度 就能夠去彌補說 你不是把一個人等去選庫 叫他自己太多拾下來 是把一個品牌放在那邊 然後這個品牌推出來的年輕人 他是經過精挑細選 然後到地方上 讓民眾說 基進的年輕人真的不錯 這幾年 不管是百貫 不管是四個不同意 還是說建國民眾 基進都站在第一線 我們要讓這些年輕人 一個立立議會 博物的機會 我們其實是用這種團體作戰的模型 來解割 剛才我剛才說的 主要跟地名都復合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要大家要團結合作戰 共同打品牌 你說基進的品牌 就是大家普遍說 民進黨就是綠的 那基進是更綠嗎 還是怎麼樣 深綠台獨 而且是年輕品牌 就是說我們要知道 說台灣今天出席 剛才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基進那裡就好 美國進是不是在其中選舉 它不管是民主黨 還是共和黨 大家拿到多數 對不對 可是他們兩個都是美國政黨 它都是美國黨 所以不管是今天 拜登這扁贏 還是川普那扁贏 它都美國人 都不用煩惱說 我們國家的未來 會去北地親中派的手套 這些都是美國的政黨 但我們台灣不一樣 我們台灣 不管是四黨一道議員選舉 地方選舉 還是四黨一道的 總統中央選舉 你都會煩惱說 親中央如果是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戰鬥 是不是北地 我們會變成一條準 一條準 塞回去中國那裡 還是塞另外一邊 我們就會有這個焦慮 所以其實正常要像美國這樣 你就要培養第二機 讓這個本土的政黨 不是像民進黨這樣一個單引擎 你要有雙引擎 兩的煙燈 大家來互相競爭 所以這道 我們的貨幼島基進不是說基進少年 不是 是為了你 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之後 你要讓台灣政黨的競爭 這個格局 變成說兩基本土的競爭 大家互相競爭 你要去拜託國民黨 你要去拜託民眾黨 你要讓這些政黨的沒有市場 所以你現在要 但是你現在 沒有開始培養少年人 你要從當時開始 所以當然這就是這道 要讓政府給基進一個機會的原因 其實這個政典 也是大家還是有一塊比較專注的 因為畢竟民進黨現在是基進黨 保護台灣 其實第一了解基進黨 它是責任 可是又有一個小黨 又比較專注這個議題 所以基進在這一塊倒是 大家一想就會想到基進 我舉一個例子 跟金錢姐分享一下 四個不同意這個公道 大家不知道聽眾朋友 有印象幾年 如果大家想像一下 如果都沒有台灣基進這個政黨 會變成什麼樣的模式 會變成民進黨作為執政黨 時代力量對抬 民眾黨對抬 國民黨對抬 全台灣的氛圍變成說 執政黨跟所有的民意對撞 好像執政黨做錯事情一樣 但是你看 因為基進出來後 我們全台灣這樣選港 包括我也去幫中嘉賓 那邊到民進黨 幫民進黨做會選港 這個過程當中就變成什麼 變成說台灣的政治的格局裡面 既就不是民進黨 一個政黨跟全台灣的民意 大家都唱反掉 這個格局就會拉出來 那他就會變成台派 跟這種所謂的扯後腿派的一個對決 所以基進的存在的價值跟意義 八色議員 進到是民進黨三色 顧民黨四色 包括一個時代力量 但是因為林口減少的原因 包括說 這島議員減一色 所以為八色減少七色的時候 這個空間就變得很小 空間變得很小 但是參選的人更加多 因為這島還有民眾黨加入 包括我自己也選我們三民區 所以這個空間就很擁有 這個空間很擁有 青空之下 當然你很多議題裡面 大家可以互相合作 但是空間小的時候 大家真的就是要各自努力 所以我這島其實是 互有我們的支持者 就是說 我了解我們所有力量的支持者 其實原地就有自己支持的對象 比如說我們全豐議員阿盧 康育成議長 其實這都是電風非常優秀的前輩 我覺得說 大家原地就要支持者 讓他們繼續留在政治的舞台 為大家來服務 但是一方 其實留一票 讓激進一個空間 一票就好 就是說你原地的人 不要跟他相愛到 也要繼續支持 但是只要留一票 或是說一窟 留一色 讓基金 讓我們沒有去相愛到 整個政黨要過半 力量要過半 這個大教的情控制 還可以讓更多的無力相性 過去一樓以來 站在對抗中國 對抗國民黨第一選的少年人 有這個機會 在美裡面做大家的戰友 因為今年 其實剛才有一個總控 跟我們敬先姐分享 選情非常非常冷 因為尤其我們高雄 你看今天最新的民調 陳其邁市長贏 柯智恩贏 車智恩都不知道 看不到他的車尾都沒有了 所以在這個總控制 地方的那個選情 就沒有那種對決感 對 真的 那個雙方母雞 這個差太多 氣勢差太多 不是絕對優勢 因為選民好安心 就是大家很安心 安心的話就會變成什麼 就會變成說會變到回到傳統的 對大黨比較有利的傳統組織動員 但是對我們這些人 我們外國的 一些是空氣票 一些網路票 一些少年票 但是這些票 其實在選舉的氛圍 都沒有那麼熱情的總控制下 這些票出不來 沒錯 社會運動 倡議 跟真的聊下去 我們說 聽問題 外國人的問題 這要結案的 不是說我們說一說就好了 是 到底哪裡不一樣 馬上回來 我們繼續問這個 台灣紀進黨 是高雄三民區的議員候選人 張柏洋 小波 小波 因為近前 是做新聞部的主任 是 所以他經常出現在電視 事實上這是第一道 他真的選出去了 選去跟倡議 他媽說 這個我們要罷涵 他在哪裡 我覺得那個倡議 以前在罷涵的時候 我們就是一個 不必要這麼簡單 讓大家繼續 知道說這個運動在持續 讓大家繼續的 對韓國語的所作所為 保持憤怒 就是說 其實說比較難聽的就是 嚇到就對了 我們就是 因為他就經常做一些 我們很突压的事情 所以就是感冒 但是呢 選舉就不一樣了 選舉你在選出選票的 過程當中 你要拿出一些 可行的改革的方法 甚至你要讓民眾 覺得說 我跟票這個 导物 這是有效的 有效的 有意義的 可以解決他當前的問題 或者是他未來遇到的問題 所以這個是 一個爭取信任的過程 他跟在罷免韓國語那種 單純的情感投票 又是不同的兩個層次的東西 所以這個選舉過程當中 真的有很多感觸 那也算是說覺得 哇真的是民意如流水 就是真的是可以感覺到 那個過程裡面 是非常的辛苦 然後真的要去體驗 然後去了解大家的生活需求 其實在做選舉 你說也是要走嘛 原校人比較沒主意 我們是要 加護拜訪啊 那你最接聽到 有人跟我們說 希望我們做什麼 還是感覺什麼會比較不夠 你最常聽到什麼會 其實最常 其實都有 我們在走的時候 就是在跑 大家都或多或少 都會提出一些意見 有人是跟我說 這條馬路應該要怎麼處理 有人是跟我說 這個商圈應該要督更 其實很多來自電 沒有同樣的意見 所以其實你做議員 我自己的感覺是說 你其實是去收 我們民意代表 不是說 跟大家保證 我選上四年一定會改變這個地方 我覺得那個都是大餅 你應該做的是去了解地方上 大家各自的需求 然後把民間的聲音跟公部門 因為我們是議員嘛 我們有辦法去局處 跟市政府來溝通嘛 我們其實是要在這個過程當中 去找出一個相方 都有辦法 同意的一個方案 比如說我給我三民區一個就好 我們三民區 我的家旁邊大順路 接下來市長算機後 清過就要進來了 開始要重工了 但是很多民眾 煩惱說 那個會打車 有些我旁邊的民眾覺得說 我以前的人行道路 都可以聽名 都可以聽車 那其實違規 都可以放車 放什麼 但是你要清過來這裡 我的這些東西 全部都要收起來 在什麼月 就是因爲有自己的需求 但是旁邊的主婦 覺得說會清過來 我的手機起來 當然哪有不好 哪有人願意自己手機落落的 當然大家都希望手機起來 所以其實地方 就有很多不一樣的聲音 我們做議員 除了要把這些聲音收起來之後 找一個兩個三個議員 大家覺得可以同意的方案 要給他們 其他 這個過程當中 是不是讓我們清過來的時候 我們的清過站的設置 怎麼讓學生更能夠 安心的上下學 讓這個交通更加的順利 其實這些都是 議員在監督過程的工作 所以這其實是非常非常的優勞 也需要花很多的時間 來做這個溝通 小博說的很趣 說一樣是清過要來 可是這附近的住戶 心情是不太閃 其實是完全相反的 有的人說這就是正面 我房價會起來 有的人說 現在的這個現況的好處 方便都沒有去 對 大家有的人慣習 有些人會覺得說 你改變了我的生活方式 對 所以這個過程 議員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這個很像阿中部長的那種感覺 我其實很喜歡陳時中部長就是 他在疫苗或防疫的決策過程當中 他其實承擔了很多決策的結果 因為你一個決策下去 一定會有人同意 一定會有人覺得很爛 一定會有人生氣不滿 可是你作為指揮官 你不能仇怒 你不能丟肚 你決策拐下去 你就是生肚好的 人會把你學熱 但壞的你就要生肚 其實我跟他做議員 做建議任務也是一樣 有的時候 你不能兩面討好 你必須要在這個過程當中 做出一個決斷 如果說你做了這個決議 會影響未來這個地方 十年後的地方發展是好的 但是現階段會被罵三年 你還是要做 這個就是大家有沒有那個肩膀 政治人物要不要去扛這個責任 你不能說我只想要拿選票 我只想要連任 但是地方這個未來怎麼樣 跟我沒有關係 我覺得這樣也不行 因為市議員真的是第一線 我們要接受這個選民 像現在你這樣走到現在 也聽很多意見了 如果你也可以當選 你去美育會 第一件事要做什麼 我第一件事應該是 跟大家說我們的服務處 我願望是一個 可以真的對政治有興趣的年輕人力來 學識很多東西的地方 這是我一直以來的感觸 就是說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工程師 我家也不是在做政治的 所以當要參選的時候 我就發現說 好像沒有一個訓練政治工作者的管道 好像大家都是半途出塞 然後來這邊就突然好像要什麼都會 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們這些年輕人有機會 有主委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這些主委 變成一個去訓練 更多的專業的政治 工作者的一個平台 越來越多的這些對政治有興趣 對公共事務有興趣的年輕人 他們在在接受這一行之前 他們是有一個地方是可以去累積經驗去學習的 我覺得說我拿到這些主委 其實我可以想要做的是這個事情 這是其中一個 當然跟地方的經驗有關 當然四大項 未來我們三民區會有捷運 要進來防線 輕軌 高雄三民區運動中心 包括我們火車頭 未來的完工 鐵路地下化整整個整體的完工 這都掌握到我們三民區整個地方未來 包括你結合商圈 你結合我們會行人我們的移動交通等等的 還有大家的健康環境未來的發展 這個東西要怎麼讓它串聯 不要說我一個村庫裡面 有這樣的大型建設 但是彼此都互相不相關 我覺得應該是要讓這些大型建設 透過政府資源的挹注來的時候 它是提升整個三民區的品質 而不是說政府只是蓋一個房子 帶他進去可以運動 蓋一個房子進去可以搭車 我覺得應該要透過這個東西去提升整個生活品質 它會有新的建設 然後也很多的軟體要配合 不是說就是一個硬體進來 對 請想當高雄 我們說去覺得歐高雄改變也蠻多的 變很多新開發的 有彎區 就像他也是有傳統的阿家 不過三民區感覺是比較傳統區對吧 我們其實算是一個蠻大型的住宅區 你說要像周園 要像鳳山有那種古城的大型古蹟 我們沒有那種的登記 你要像這個星光三越大圓拜 我們其實也沒有那種大型古屋商圈 但是你要說工藥區我們也沒有 但是我們三民區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就是大家平良是 你出去上班 不然你忙碌一整天之後 回到家裡舒服的洗個澡 看個電視吃個宵夜 然後大家安居樂業的一個地方 我們其實很像是高雄的客廳 很像一個溫暖的家 這十三年我的第三民區生活的體驗就是這樣 所以我才會說 你要第三民區要用什麼大型建設 我覺得有最好 但沒有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要做的是 給大家的生活品質 給大家顧好 0到100歲的人在我們的三民區 他都能有好的生活品質跟生活條件 好 這個最後一段時間 你幾號 我是這次登記6號 我都跟人家說是66大孫的6號 其實這6號很特別 因為我們霸函的時候 就是6月6號 禮拜六投票666啦 所以當在文化中心我抽到6號 我整個人跳起來 現場所有議員都傻眼 這個人是怎麼撞到 跳起來衝衫 我很高興因為我又抽到6號 你跟6號很有緣 是 你也幸運數字 希望這次可以穿到6名 要加油 對啊 所以說這是三民區 6號 張博洋 是沒錯 6號議員參選人張博洋 議員參選人 選舉也是在拜朗 11月26 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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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666 對啊 也是26 6號 6號 最後想要 不知道有時間想要來做一個活動 呼籲 我們11月 19號 6號 6號 下午1點到5點 我們在三民公園 有基盤小朋友最愛去玩的氣球城堡的親子活動 歡迎阿公、阿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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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回來 5點以後6點開始 第一場 黃飛 跟我們來做演唱 因為我們要辦做四晚會 時間11月19號 拜託 下午1點到晚上9點 都有我們的幾個活動 也歡迎我們的聽眾朋友做回來參加 很會用時間酸酸自己之後再練活動 這個是年輕人的積極 而且一聽就知道沒有什麼資源 謝謝敬賢姐 善用資源 被發現了 被發現 來 加油加油 謝謝謝謝敬賢姐 感謝聽眾朋友 謝謝 我們等一下回來